为了推广原住民文化 大汉技术学院特别办理原住民文化创意剧场推广专班 而25号举行成果发表 原住民行政处副处长表示 成果展的舞蹈剧场相当精彩 能够看见更多人对原民文化的扶植热忱 而大汉科技学院姚校长也希望 县府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 让学员们可以到北部进行展演 让更多不同族群可以多加接触 显示生活中文化美学的重要 为了推广原住民文化 大汉技术学院特别办理了 原住民文化创意剧场推广班 25号在校内的舞蹈教室举行成果展 原住民行政处副处长表示 成果展的舞蹈剧场相当精彩 能够看到更多的人来扶植原住民文化的热忱 更可以借由剧场看见文化故事 具体的表现出文化 结合美学提升了文化的内涵 但是我内心还是非常的激动澎湃 那这么就像刚刚有主人讲的 这么少的经费 然后可以激起这么多爱好文化艺术的 我们的民族民的朋友 还有现场所有的支持 让他们今天的演出非常的圆满 我们这里有非常多的老朋友 包括宇老师还有两位老师 过去在协助县政府这边 也是非常努力 也让这个民族民的艺术文化 达到另外一个巅峰 我们也创造了阿勒菲斯 那这个点点地地 这几位老师都在创造历史 在洗历史 今天也在洗历史 虽然这个历史虽然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我觉得它的影响力也会非常大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草根剧团的崛起 大汉技术学院校长也表示 这一次虽然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之下 还是能够让学员学习到舞台剧的表演 都能够看见如此精彩的展演 他也在此呼吁辅导单位 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 让学员可以到其他县市进行展演 是不是有机会到北部 包括国家音乐厅或者是表演剧场 去表演 有没有可能 有 有 好不好 我们是不是也拜托叶老师 设定下这个目标 那当然刚刚我们刘组人也有提到 这个可能也要请县长跟副作考量一下 在经会上 是不是可以足以考量 再稍微多一点点 指导老师以及计划主持人 也都表示虽然预算有限 但也纷纷捐出讲师的费用 作为剧场课程的费用 而这些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剧场专班的学员 可以为文化发展 带来更深的影响力 然后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们 虽然不迟从北部下来 然后我们学校有会馆配注 但是所有的经费 老师的讲师费都砍到很可怜很少 甚至最后我们发现 我们的学员当中 有些已经领了劳退了 所以没有办法领生活今天 那因此 叶老师很感人 他说他把他的讲师费捐出来 那我怎么可以没有跟进呢 所以我也捐了这样子 因为我们想要补贴这几位 很辛苦 他们不只是相对时间排练 相对时间也常常都是 留下来还继续练 那个精神很感人 原住民的乐舞呢 一直都绑在一个传统的束缚 你要稍微跨出去 你要稍微转一个圈 哦这个不行哦 这个不是哦 我们这个呢 就非常的勇敢 我太感谢了我们这些学员 我们这些学员真的很特别 从台北来的 从最难度的雨都有 然后齐聚了我们这样子的能量 今天的演出真的太棒了 再给他们掌声 让更多的族群接触到原住民舞台剧 显示出生活中的文化美学重要性 记者凌杰 新城乡采访报道